宜蘭蘇澳的一個祕境 大家知道嗎 經過這個水利鼠的河川整治之後 現在的改變又是什麼 應該說在經過改造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說象草是比較強勢的 或一些外來種植物 但因為兩旁有一些植物長出來之後 就會提供生物 鎖藏跟棲息的空間 那他們就有機會去繁衍下一代 然後當河川的斷面打開來之後 民眾就可以進到水裡面 去更享受在水裡面所發生的一切 這些的防洪 防汛有改善嗎 應該說在下方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的那個位置 就是我們講的抽水站 抽水站在 然後抽水站旁邊 藉由一個閘門的設置 然後當市區裡面的水淹得太 就是水位太高的時候 它就可以啟動防洪的功能 然後就可以把水往外抽出去 可以追隨著熟利的腳步 讓我們一起來到我們蘇澳溪的祕境 來到了蘇澳溪 也就是當地人所說的 白米溪 讓我們一起來玩水 讓我們一起來清淨 大自然給我們的禮物